早上好 欢迎回到5月31号的百个城报 我是威敏 大马政府在通缉的一马公司关键人物刘特佐 最新消息是他获准脱售在美国所拥有的两栋豪宅 不过收益将会被扣押到诉讼案有了判决为止 至于他本人会不会被抓回大马呢 这个问题昨天媒体就追问了新上任的全国总警长阿都哈密 这也是今天新海峡时报的头版新闻 阿都哈密说警方会竭尽所能把他带回国接受调查 只是无法给出一个确实的日期 但是阿都哈密很有信心会将刘特佐带回大马 新州核心报头版都给了 首相敦马哈迪表示大马继续用华为科技 而在新报还另外用了一张头版照片 说的是兵权一家吃到饱的韩式烧烤店 用自己的方式支持华为 那就是只要向店家出示华为手机 用餐时就可以折扣20% 另外来看每日新闻的头版 说的是那些涉及贪污的公司 在明年6月新条文生效之后 反弹会不只可以提供个人 也可以对付公司 所以商业组织必须在组织内 有足够的程序制定政策 共同努力反弹 接着我们来继续关注 马哈迪昨天在日本回应莱纳斯稀土厂 去留问题时 表示大马会允许莱纳斯继续运作 我们想要他们把材料炒出 返回到国家里 达到某材料装装 但某材料装装装 不想要承认 但我们会谈到他们 但如果我们失败 当然我们必须 要做些事与材料装装装 有些地方 对于我们在一个地方 但我们会让Linus继续 因为我们会赏 澳洲的关注 虽说前提是会妥善解决废料问题 但对于这番决定 网民几乎是迎面倒的 对西蒙政府感到失望 并且纷纷调侃 曾经动眼要烧莱纳斯的文东国会议员黄德 对此黄德回应时 希望敦马遵守之前的谈话 确保莱纳斯守法 但而他认为 只要莱纳斯守法 政府就可以更新稀土厂的营运执照 拯救大马主席陈文德则形容 敦马的这番谈话是政治应景谈话 所以他暂时不做分析及回应 至于能源科医环境部长杨美英则强调 政府的立场依旧是妥善解决废料 才能继续运作 而他将前往澳洲 进行面对面直接谈判 此外根据当今大马报道 水务土地及天然资源部长西维尔表示 最新检测显示 关丹莱纳斯西土厂 地下水已经不再受到重金属污染 最后来关注一则社会新闻 亚罗士达一名高龄66岁的男子 昨天早上在住家附近骑脚踏车的时候 遭到三名摩多劫匪钉上 其中一人将他半倒 抢走他的手带时 残忍地在地上拖拉了数公尺 导致受害者左右手臂及左右脚 都留下了伤痕 损失大约300令吉 但无法确认嫌犯的摩多车牌 及样貌 警方正在侦查犯案的嫌犯 那么今天的晨报到此结束 感谢您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